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 温度会带来奇迹吗 我们将通过以下这几个部分来解读这一个问题 第一当然我们要看一下全球疫情动态的现状 人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防疫 就是说不被这个病毒感染 所以我们先根据资金位置对新冠病毒的了解 总结其传播途径 第三部分是 为什么新冠病毒传播效率在 郁南 越南 新加坡和香港如此之低 难道这些国家有防疫绝招 是 中国的数据可相信吗 第五部分我们想谈一下 就是 中国人 非常习惯说的 不管你生什么病 尤其是感冒发烧了 家里人也好 朋友 亲戚 所有的人都会对你说 都喝点开水 那我们来看一下西方的病毒学增加 是怎么说的 第六部分 我们要谈一下 有关沙拉玉 外科口罩的消毒与温度的关系 还有洗衣服和洗碗 以及 饭菜 煮透之事 最后一部分呢 我们想总结一下 前面所说的 用题目 大哉 有解吗 来总结 好 现在是3月8号下午2点36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呢 全球呢 现在共有10万7365人 感染新冠肺炎 其中呢 有3646人 死亡 6万 637人 痊愈 而在这一部分呢 讲的就是 国家 自从或者地区 自从爆发疫情以来 他的每个国家总的感染人数 第一名呢 是中国 第二名是韩国 第三名是伊朗 第四名是意大利 第五名是法国 第六名是德国 第七名呢 是钻石公主游人号 下面呢 下面呢 就是西班牙 第九名呢 是日本 第十名呢 是美国 但是如果除掉 钻石公主号 邮轮的话 美国就是第九名 律师呢 律师呢 是第十名 然后 英国是第十一名 好 今天要谈的呢 那 传播途径呢 不是说 谈大家已经 非常熟悉的 空气传播 和那个 有关 基础传播 要谈的呢 一是 广东省中山大学的 研究人员认为 病原体的传播速度 最快的时候 是在 啊 气温啊 8.72摄氏度 因此 焦冷的国家呢 在这个时候呢 就 相对来讲 病毒传播的速度极快 第二方面呢 我们要讲的是 世卫组织 突发卫生紧急方案 负责人 所表示的 就是说 新冠病毒啊 会像流感一样消失 是错误的希望 这又跟那个 传播途径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知道 新冠病毒啊 它是不可能 就是说 自己进行繁殖的 它就是在 它要通过 人们的鼻子 口 眼睛 这些 淹没组织啊 进入人体 然后呢 引起感染 德国的内科 以前感染学专家呢 托马斯 律师解释说 感染是通过 已知的受体发生的 而这个受体呢 就是 A A C 1 2 这个 这个受体呢 就 就在我们的 细胞上 比如说 肥细胞 上呼吸道 以及口腔中 另一个问题呢 另一个问题呢 就是 它的新冠病毒啊 与人体的 A.C.E.R. 的亲和力非常高 德克萨斯大学的 Deniel Rapp 领导的研究人员说 这种新冠病毒 似乎比其他类型的冠状病毒啊 更适合人体细胞 人类细胞 他与那个A.C.E.A.受体啊 的亲和力啊 比其他相比要高到 10至20倍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这种病毒 在人与人之间 如此的容易传播 你们可能 在想 你说了半天 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就是 它两个传播毒精 不管是空气传播也好 基础传播也好 都非常重要 一旦进入了 你的 人体 你就很容易 感染上 新冠肺炎 正如 世卫组织所说 如果哪一个国家 还认为 新冠肺炎不会传到这个国家的话 是致命的 所以我们 匹开 各国家这种 隔离啊 排查 基础人 这样的措施外 看一下 气温 对传播速度的 影响 在我做 第十期新冠病毒的时候 新加坡 和香港 属于 十大 中灾 中灾国家和地区 但是 后来 在几期中 新加坡和香港的名次不断下降 而最后 出了 这十大 中灾国家 我在那个时候 就在想 香港和新加坡 难道有防御绝招吗 好 我们今天 就用气温来解读一下 越南 越南 全年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 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 到目前为止 确诊的患者 只有21例 而新加坡 全年最低气温 25摄氏度 最高气温 32度 确诊 全年最低气温 全年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 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 确诊 确诊的人数 是150摄氏度 确诊的人数是150摄氏度 下期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 3月7号 在22点28分 这统讨计 这统计出来的疫情最严重的10个国家和地区 他新确诊的人数 他新确诊的人数就是说 一天增加了多少 右边就是各个国家的气温 先看左边 左边意大利增长的最快 就是一天下来啊 他增长了1247例 第二位是伊朗 伊朗增加了1076例 第三个是韩国 韩国增加了448例 第四位是法国 法国增加了296例 第五位是德国 德国增加了130例 接下来是西班牙 西班牙增加了102例 而从这新确诊的人数排位来看呢 就是中国现在 我这个地方写的是武汉 因为我要用武汉的温度来进行比较 其实这写的武汉就是中国 中国新增的人数呢 只有100例 位列 第七位 好 第八位是美国 他新增的病例呢83例 然后是瑞士 瑞士是54例 第四名呢是日本 好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温度情况 武汉的温度啊 在那个3月7号这一天 就是白天的温度啊18度 而其他的国家呢 除意大利之外呢都低于10度 意大利是15度 说这些人的话 我查了一下 但是最低温度 就没有把它立出来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武汉温度 嗯 它的变化就从1月份到3月7号 它的温度最高温度跟最低温度 就是每天那个温度的变化 以及它跟那个 现有病例啊 增长 发展 情况来 进行比较一下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左边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讲的呢 就是现有确诊的人数 就是说 就是说现有的病例啦 就是不包括已经死亡人数 或者是 就是 以痊愈的人数 接近现有的病例啊 而右边这张图呢 是从 1月23号到3月7号 它白天跟夜间的气温 就是武汉的温度变化 我们从右边这张图呢 就是说 能看到到2月14日呢 就是 它的温度呢 相对来讲呢 波动还是挺大的 有时候就是说 温度相对来讲比较高 但是 还会 所以 夜间呢 就温度 定义以零度了 一直到 18日 所以我们在 左边的图也看到 至18日以后呢 就是 它的那个 上证 确诊的人数啊 曾下降趋势 因为18日以后 它不在 就是总体的温度啊 就是在 地生 所以说它有变变化 但是从来 就是晚上的温度啊 没有低于零度的 从3月4号开始呢 新确诊的 人数呢 又开始 其实是地增了 其实是中国的 新确诊的人数啊 在地减 原因呢 就是我们前面也看到了 就是 除中国以外 地区啊 每天 新确诊的人数啊 都高于 都高于中国 那为什么我取 中国的数据可相信吗 来作为标题 因为 这样的标题呢 在德国媒体 也好 最近呢 彭博瑟呢 也想中国 数据提出了 三大质疑 本来呢 我的题目呢 就是 想做一期 中国的数据可相信吗 但后来我想呢 事实 盛雄变吧 嗯 自信的人 不必整天的为自己辩解 所以我就 改了一个题目 就是 谈一下 温度 对防疫的影响 好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 阴木组织的防 免疫防御能力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 就是病毒啊 是通过我们的嘴 鼻子 眼睛的 阴木组织进入我们人体的 啊 我们的 老祖宗 已经知道 就是说 非常朴素的 如果你生病了 就让你喝开水 为什么呢 看一下西方的病毒学专家是怎么说的 他们说 在呼吸道中啊 捏膜 通过自身的清洁机制和免疫防御作用 使我们免受感染 这种感染防御的有效性 主要取决于相对湿度 所以这些医生们啊 专家总是跟人家说 跟大家说啊 多喝水 所以啊 我想我们可以 听我们老祖宗的 然后呢 根据我们的 生活能力 多喝茶 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沙拿玉 能有效 杀死病毒吗 沙拿玉呢 分为肝疹和湿疹 两种不同的方式 传统沙拿玉呢 是指在特制的牧房内 在这个热炉上啊 它也铺了一层岩石 通过通过这个呢 烧烤这个岩石呢 它温度可以达到70度以上 其实呢正常情况下呢 它都有80度的 因为低于80度 人家要提意见的 这还洗什么沙拿玉 对不对 啊 然后呢 它也有定期的就是怎么说呢 在德国叫of course 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 水 再加几滴 就精油 放里面 嗯 浇在这延时上 就产生了一个冲击性的蒸汽 这样 这一来呢 就一增加了 也就会提高温度 有时候提到95度 甚至更高 还有呢 通过这里面所放的精油呢 嗯 嗯 就看人们的需要了 嗯 进行放松 比如说现在是 比较特殊期 嗯 时期吧 是 嗯 新冠病毒时期 所以大家喜欢 加一点精油 进行清洁 那个呼吸档 好 这就是实际的 温度 就是沙拿玉的温度 在一般80度啊 正常情况下 80度到90度 之间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啊 已经有人 使用沙拿来进行消毒呢 沙死病毒呢 嗯 据法新社报道 芬兰农业部的专家 在2005年9月5日表示啊 沙拿玉能有效沙死禽流感病毒 因为这种病毒啊 不能在高温下存活 因此呢 拿玉防止病毒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新冠病毒的热敏性是怎样的呢 啊 据今为止啊 我们知道 新冠病毒呢 在 在56摄氏度的情况下呢 只要30分钟呢 啊 后呢 就被杀灭了 而若诺病毒呢 存活温度是零下20度到60度之间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实际的干沙拿玉温度是在80度以上 嗯 至于沙拿玉是否真的能有效沙死病毒 这仅仅仅是从那个他的那个温度的情况来谈的 从一些角度上呢 并没有就是说我做过具体的测试 所以最后的决定权呢 是在你的 你自己手里 这张图呢 本来是 因为我做了第一期跟第二期嘛 讲了就是怎样选择 啊 呼吸口罩和外壳格罩 以及啊 外壳格罩呢 就是用于啊 病者而不是健康的人来用 嗯 嗯 但是呢 现在的情况已经变了 就是啊 一照难求吧 所以我也不再写下去了 为什么啊 呼吸口罩就能过滤病菌 但今天呢 我想啊 告诉你呢 外壳口罩的消毒方法 本来呢 我在原来写的东西就是说 啊 你用完了呢 就是脏了呢 你不可以再用 现在呢 我想啊 也是这个医生说的 反正这 外壳口罩呢 你不是在那个 外壳试用吧 还是在外面 为了挡住飞沫 所以 你可以接着用 然后 就是消毒的方法呢 就把它放进烘箱里面 把温度设 设在70-40度 烘三分钟 嗯 这呢 就能进行消毒 但是我提醒一下 仅仅是为了挡飞沫 好 我们现在谈一下 洗衣服和碗筷 以及啊 放在煮透的问题 就是 你洗衣服啊 最好就放在洗衣机里面 不是有一个温度档的吗 摄到60摄氏度 啊 洗碗筷呢 最好也用热水来洗 如果你有洗碗机呢 更好放到洗碗机里面 关于饭菜煮透的呢 问题呢 是 啊 叫 四位组织给出的 就是你不管是 鱼啊 肉啊 还是鸡蛋啊 最好把它煮透来吃 因为目前的情况不是很热关 我们现在来到了最后一个部分 这个大灾有解吗 我想大家 首先要相信 实际可信的数据 为什么这样说呢 比如说 啊 关于死亡率吧 中国是根据 多少人 已并的 人进行统计的 韩国呢 就是根据14万人 统计设计 得出来呢 是死亡率是0.6 美国呢 因为它 比如说 测试这个 四季啊 有限 这统计 这些 就是 真的 病的人 来 估计出来是5% 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 大家 看数据的时候呢 最好 多想想 这样呢 就不会太恐慌 因为恐慌真的帮不了人 第二呢 就是 就是 学习正确防护 以及呢 提高自己的免疫能力 今天呢 我们只是谈了一下 温度 在防疫中 所能起到的作用 第三部分呢 想说的呢 这个疫情呢 可怕不会很快就过去 也不要有 啊 错误的希望 啊 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 相信明年呢 夏天会有药 和疫苗的 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和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